恩典365 天天活在神话语的祝福里面 以色列人进迦南 攻打耶利哥是极漂亮的一战 我想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他们都很引以为傲说 耶和华帮助我们是这样打的第一场漂亮的胜仗 而圣经里把他记载下来 就表示这件事情不只是以色列人的光荣 这件事情是一个属灵的原则 我们怎么样在上帝的原则里面 进去得荣耀的地为业 我要跟你分享在六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当耶稣亚宣告说 第七天大家绕成七次然后呼喊吧 神已经把这个城赏赐给我们了 那是一个得胜的宣告 那是一个信心的宣告 当他做这个信心的宣告之后 他说了一段话 他说至于你们 你们勿要谨慎 谨慎什么呢 你知道他们要去打一场很重要的仗 而耶稣亚在这个时候 他不是说谨慎怎么打仗 谨慎怎么攻城 谨慎怎么样让自己的体力好 谨慎怎么样保存实力 那些东西 耶稣亚知道神已经做成了 已经做成了 因为神说了 他已经把耶利哥交给我们 那是一个信心的宣告 但是在这个得胜当中 他要百姓谨慎什么呢 我读给你听 至于你们勿要谨慎 不可取那当灭的勿 这就是领袖你知道吗 领袖已经看到下一步了 他已经看到下一步说 这场仗已经打赢了 打赢了是因为神的应许 他相信主要做成这样的事 我们是照着神的吩咐 一步步往前行的 这几天的过程当中 谢谢主 我们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 所以我们 这就是约 神的应许里面 我们已经做了 我们该做的 我就相信神一定会做 他要做的事 所以仗打赢了 已经打赢了 但是下一步是 怎么样继续走在祝福里 成本圣经不但让我们看到 有非常多的时候 人靠着神的恩免打了一场仗 然后就放肆了 就放松了 就做了不该做的事 以至于没有办法继续走在祝福里面 作为一个领袖 他看得比别人更远 他看得还不是这场仗怎么打赢 他看的是打赢这场仗之后 我们怎么样继续走在祝福里 我在预备今天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动 我们昨天有一些弟兄姊妹 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 一场很重要的征战 我奉主的名祝福你 若是你照得神属你的原则行 仗一定会打赢 因为烟花为你征战 然而我也觉得主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 你现在要想的还不是只是怎么打赢 而是怎么样继续走在上帝的祝福里 要谨慎 不要仗打赢了 轻轻乎乎随随便便 以至于失去了神的祝福 求主帮助我们 勿要谨慎 不要做上帝明明吩咐我们不可以做的事 在神本圣经当中充满了得胜之后摔一大跤的失败 其实这件事情就带出接下来爱成的失败 约苏亚这个领袖已经预先看见 我也求主今天提醒我们 奉主的名祝福你 在基督的他的属灵的原则里面 你照着他的吩咐行一定得胜 但是要持续走在神的祝福里 一起祷告 主要帮助我们看得更远 我们渴望的不是一次的得胜 是继续走在神得胜的道路上 不论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服侍 求主帮助我们谨慎 继续走在从神而来的祝福里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从心里面深深的一个感动 主提醒你 看得更远 谨慎 持续走在从神而来的祝福里 向帝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